凯撒虽然统治了所有星星 但红毛星星告诉他 大多数星星还是太蠢 凯撒听后若有所思 这晚凯撒逃出了动物园 他跑回自己家 拿走了威尔的药剂 并喷洒在整个牢房中 吃到洗礼的星星 竟变得有组织性 其他星星纷纷回到笼子 只有凯撒站在原地不动 管理员见状拿出电棍就要教训凯撒 凯撒被电了几棍后 一把抓住管理员的手 伴随这一身怒口 凯撒带领自己的同伴逃出了牢笼 然后奔赴基因研究公司 检放了实验的星星 星星大军在街道上穿行 不仅如此还占领了主要地位 红毛和小金刚挡入警车的去路 红毛一个铁柄砸向车框 小金刚补上一根铁棍 汽车当场失控 解救完同伴 凯撒决定带着大家奔向红沙木 那里才是星星们自由的家园 星星大军很快冲上了大桥